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超级大主部 作者浪高三尺三 由大斌为您播讲 江氏集团的少公子 柳川是最强天才选拔赛的第一名 江亦然同学是被抬出去的 实际上离开的时候他已经醒了 不过他实在没脸睁开眼睛 所以还是继续装昏迷比较好 尤其是一想到最开始 自己一板正经的邀请李高楼上台 打算羞辱他的时候 江亦然觉着全身血气都翻腾着 自己究竟倒了什么血霉 能遇到这么个杀性啊 至于说全场的观众 都依旧沉浸在震撼之中 李高楼的表现 已经不能够用天才来形容了 妖孽两个字毫不过分 最开始坐在他前面那两个家伙 这会儿啊直接录转粉 冲过来又是签名又是合影 李同学一直很低调 这下也有点不太好意思了 从头到尾他都没想着要出什么风头 单纯的只是为了让江亦然倒霉 让他下不来台 只有他倒霉了 他下不来台了 他生气了 自己才可以奔向幸福 你弄成现在这样 当真不是故意的 眼看着李高楼就要离开 评委席上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人喊住了他 同学 你叫什么名字啊 有些戒备的看了他一眼 李高楼不知道对方打算干嘛呀 啊 有什么事啊 因为猜到这些评委啊 跟僵尸集团有些关系 所以他下意识的感觉对方是要找麻烦 这个中年人稍稍犹豫了片刻 好似下定了某种决心 随即拉着李高楼往旁边走了几步 这是最强天才大赛的晋级徽章 我决定 颁发一枚给你 说话的同时 他拿出了一个金色的徽章 上边是一个巨大的拳头 这个拳头啊 就是大赛的标志 不过李高楼有些没反应过来 看到李高楼啊 没说话 中年人呢强调了一句 我非常看好你 所以才把这枚徽章交给你 希望你可以珍惜这个机会 就跟他说的一样 实际上交出这个徽章 他自己啊 也是在赌 赌李高楼可以取得优异的成绩 听明白这东西并没什么坏处 李高楼伸手接了过来 而且林涵跟二狗子还等着自己呢 他可不想多耽误时间 哈 那这徽章我拿着了啊 谢谢啊 说完 李高楼转身就走 这个评委打算还强调几句 李高楼确实没人了 无奈的叹息了一声 他学着自己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 毕竟那个金色的徽章非常重要 但是现在他已经交出去了 也就只能听天由命吧 出了礼堂之后 二狗子一直喋喋不朽 你是不是吃了什么灵丹妙药 你同了蹊跷了 你打同认读二脉了 你这不科学啊 我一直以为我才是真正的天才 没想到你也是啊 看着这家伙摇头摆尾 李高楼的懒得多说 内心却相当的信心 没办法 经验条又涨了一截 也就是说 他很快又可以替自己 再加几个形容词 不得不说 这真的是个很难的抉择呀 林涵的脸上一直带着笑容 他喜欢跟李高楼在一起的时光 这个家伙身上总是能够发生奇迹 最重要的是 他能够从李高楼这感受到 从林间从来没有感受到的东西 那种东西让他感觉温暖和安全 之后一个下午的时间呢 李高楼都在询问林涵 如何才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林涵非常的认真 他说 我觉着你已经很优秀了 不需要其他什么呀 啊 是吗 可我觉着好像还不够啊 李高楼心里边没字字的 不过呀 他还是想要得到一些启发 毕竟他迫不及待的 要继续修改生死 布上自己的介绍 林涵依旧说 已经足够了 在我心里你是最优秀的呀 坐在前边的二狗子 一阵翻白眼 你打情骂俏 能不能换一种 不这么恶心的方式啊 关键是李高楼 洗个劲的问 林涵 又一个劲就是这一句话 你已经很优秀了 你不能再优秀了 你都啊 二狗子真想要转身 让他们给自己 这条单身狗留条活路 快要放学的时候啊 李高楼突然想起一件事来 哎 你不住小区了吗 昨天他就感觉有点不对劲 所以啊 今天想问问清楚 林涵摇了摇头 家里不放心继续住在那 所以搬走了 李高楼有些失望 却不再好多说什么 晚上放学之后 两人分道扬镳 林涵却一直在看不到 李高楼的影子之后 才转身进了身边一辆 黑色的劳斯莱斯 车里边除了司机 林子栋也在 小涵呐 你爷爷来了 听到这句话 林涵的眼中闪过一丝波动 却又很快恢复正常 该来的还是来了 林子栋的脸上带着笑容 虽然这笑容在林涵的眼中非常假 他说道 家里面人知道你身体痊愈以后 非常开心啊 这次你爷爷专程过来接你的 哦 林川高中这几天玩得还开心吧 不过你该做好准备去面对一切了 林家需要你 完全不在意林涵的冷淡 林子栋接着说 林涵眼神毫无波动 他没出声 如果可以的话 他真的不愿意生在这样一个家庭 可是为了自己的爷爷 他又必须去面对所有的这些 突然林子栋话锋一转 小韩 李高楼是你的朋友 林涵的脸色变得冰冷 他紧盯着林子栋 我会准备尽快离开 但是林子栋我警告你 不要去招惹李高楼 否则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这一刻的林涵 冰冷的气息让林子栋都惊到了 他从来没有看到这个女孩会有如此的一面 实际上林子栋也只是试探了一句而已 深深地看了林涵眼之后 林子栋吩咐司机开车 再没了要说话的意思 车子就这样汇入了车流之中 直接去往了市区的东边 那边有着柳川市最大的别墅区 回到了家的李高楼 刚推门就被水枪射了一脸 他完全蒙逼好半天之后 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自己老爹跟小夕两个人呢 玩得不亦乐乎 整个屋子都不成样了 之前自己要是稍微把屋子弄乱点 老爷子肯定暴跳如雷 现在好了 水枪都直接在客厅里玩了啊 小夕看到李高楼回来 非常开心地跑了过来 李高楼顺势把他抱在怀里 小丫头啊 完全好像是刚刚认识这个世界 那种欢乐和幸福 李高楼可以清楚地感觉到 自己也为小夕感到开心 完全是迫不及待的 小夕说着 哥哥 爷爷今天带我去幼儿园了 我明天就可以上学了 看着他红扑扑的小脸蛋 和笑成月延的眼睛 李高楼愣了一下 也没时间计较 这丫头喊自己哥哥 又把自己老爹称作是爷爷 这种逻辑性的错误 心里边只觉着有些苦涩 自己居然没想到这件事 小夕已经五岁了 这么大孩子早就应该上幼儿园了呀 他却因为聋哑的关系 对别人最简单的事情 对于小夕来说 却是一种奢望 老头看了李高楼一眼 把手里的水枪放在桌上 很随意的说 我今天带他去的 小夕非常想上学校去 你跟他家长说一声 他多大了不上幼儿园 书包什么都我都买好了 学费我也交过了 说着他跟小夕继续聊天 实际上老头子 已经听出了小丫头的遭遇了 他倒是没计较 为什么呀 小夕会跟自己儿子有关系 单纯只是非常喜欢 这个粉雕玉琢的小孩 所以完全是把小夕 当成了自己的亲孙女了 听到这话 李高楼突然觉着自己 不太了解这老爷子了 从小到大 他一个人把自己拉扯大 没事就是一顿臭妈 没想到还有这么温情的一面 这就是隔代亲 爸 你今天没上班啊 不好解释关于王爷的事 李高楼随口找了个话题 小夕则是从他的怀里边跳出来 朝着老头子扑了过去 亲眼看着老头子没开眼笑的 把小夕抱起来 李高楼真觉着有点陌生了 啊 今天下班早 我带小夕去了趟幼儿园是赶回来 对了 换件衣服 咱们出去吃饭 一听这话 李高楼兴奋了 不容易啊 出去吃 吃大餐呢 很好啊 这么抠门的老头子 居然会带着自己出去吃大餐 结果老头子摆了摆手 什么大餐 你叔叔家打过来电话 他们家丫头过生日 请咱们一起去吃饭 叔叔 稍微愣了愣 李高楼随即想起 那个叔叔是谁了 李阿苏的老爹 那个什么 什么什么主人 我不去 去他家干嘛 人家又没拿咱们当亲戚 白天的时候 刚刚让李阿苏塞了个跟头 现在上他们家吃饭去 李高楼想想就觉着堵得慌 臭小子 当初怎么说 也是人家帮忙 你才进的六川高中 而且今天晚上 老李家的几户亲戚都会来 怎么拒绝 我不去 冷着脸 李高楼实在郁闷 想起了李阿苏一家人的嘴脸 他就觉得不舒服 少废话啊 赶紧换身衣服 就是去吃顿饭 又不是打仗 你实在不想说话 不张嘴 不就完了吗 别磨叽 老头子摆了摆手 已经不再理会李高楼 乐呵呵的抱着小蟋蟀 先出门了 李高楼是拿老爷子 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只能是跟了生计 他心里边也犯嘀咕 李阿苏这是干嘛呀 白天的时候 饭馆里边刚刚来那么一出 晚上就过生日了 还邀请自己父子两个 这 着实是奇怪了啊 小蟋蟋蟋顶 ann reacting